有好多的朋友可能存在这样的疑问 就是说左右结构的字 特别是左右有数 或者说左右同形的这样字 为什么左边写小右边写高 今天呢我来正确的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先写字再说 写个零 有人这样说 在古代的时候认为 以右为尊 所以右边写大 现代人呢可能有的认为是 这个从视觉的原理 眼镜从这地方去看 所以这个一看呢 就是说这边小这边大 其实这些道理啊 他都没有说准 因为本身我是搞书法的 还有一个最关键 我本身科班出身是物理的 所以我时常在想 用我们物理的一些原理 来解释我们毛笔 或者是硬笔书法 是最为贴切的 那么下面我再写一个字 来解释一下 羽毛的羽 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连带 他自然朝上 笔朝上 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发现的话 在这个汉代以前的 历书 历书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书法节点 从这个历书 它产生了像 这个张草 产生了这个楷书 产生了形书 很多书种 这时候呢 毛笔的使用 是经常比较频繁的 像刚才我写这个笔画 看这个踢 毛笔 它这个顿踢之后 要左右连在一块 它就朝上 踢起来 才自然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手臂 你朝这个右边一挥 自然会朝上面抬 就类似于这个字 朋友的朋友也这样看 你自然会朝上面抬 很自然 提起来 这样可以加快行笔的速度 所以这自然呢 它会有这种效果 因为我们都是右手 拿笔写字 包括我们 顺时针画个圆 自然 朝上面抬 是吧 你看 它朝上面走 所以这是人的一种 写字的时候 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 包括我们写 下面那条竹子的竹 看 抬起来 它自然要起高 它不会说朝下面走的 对吧 那所以这种书写过习惯呢 它并不是说 是我们所谓的视觉原理 是根据我们右手拿笔的习惯 特别古代的时候 使用毛笔 它要提笔 比如说我们再写个笔校的笔 也是左右同行的 你看 它顺势过来 翻转上去 所以自然左边呢 写小 那同时 又根据啊 我们把握住汉字的这个 结构的这种中心 大家看我写一下字啊 这个中心其实重心 一个字重心呢 它大致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像我们从物理角度来说 这个一个物体 它重心要平稳 它有两个要素 一个就是重心降低 所以说像这个 好多的一些字 特别一些书体啊 它写的比较扁 这样把这个重心降低 还有一种呢 它是把下边部分呢 写宽 按照物理角度就是说 它增大这个支撑面积 比如我们写上下结构字 写个梦 你看 它这个就是宽 就是增大这个支撑面积 达到平稳 还有好多的字 那比如说我们写这个 西基的西 你看这个底下 它要写的扁框 对吧 它这呢 其实就是增大这个 底部的面积 来达到这个 字体的平稳 是这样的因素 并不是说 我们说 所谓说的这种视觉原理 所以让这个 这些笔画 集中 集中在这个中部 可以达到平稳 那下边呢 我来书写一下 一些这个左右结构字 比如说 接 上去 跳上去 拉长 那我们看这个字 看 笔画比较多的 在这块 它讲究重心在中间 再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 单个字 女 你看这个笔画写短 红画写长 你看 重心在这 其他地方呢 是朝外放 对吧 它的重心 一定要达着在中间 那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线段的线 你看 提上去 这个起高 对吧 是这个笔画的特点 所造成的 你出去 你出去 再看这个彩 也是这样 看 自然的抬起来 起高 它也是我们 因为右手 右手拿笔 它自然的抬起来 这样提 为什么要用这个提的动作呢 好 大家再看我写下一个字 因为在这个字体里面 只有提 它才会加快这个书写的速度 所以像这个由这个立书变成这个张草 它要提高书写速度 用毛笔 所以它才会朝这个上方提 那么在立书的时候 字体 它这个左右都是 这个左右啊 都是一样高的 但是有毛笔的时候 它就不一样 但是也未必是所有字这样 你看这个 看 抬高一点 它写低 就这样的吧 对吧 就是下部的长 那你说上部还是视觉原理吗 所以它是根据我们这个一个把握字的重心来看 你看 这很降低 让重心立横农线比较近 立受农线比较近 我在上期的视频里也说过 我们的汉字啊 把上边的笔画朝中间走 立横农线比较近 下方笔画呢 朝上面走啊 那么左边的笔画 看 树中线 左边笔画朝中间来 右边笔画也朝中间来 是这样的 啊 所以说我们像写这个一次 大家都明白啊 就起高 那这次好多人认为这个左右结构 看 是这样来画 是这样形状 而其实很多人呢 忽视这个问题 忽视这个问题 你看 它这部分 正好 就符合了 这种原理 你看 朝下走 朝上来 立横农线比较近 这个也是中宫收紧 所以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说我们 所写的字啊 它 这个中宫收紧 就是集中在这个 大致中间的位置 来保证整个字体的 平稳 平衡 它应该是这样的道理 不是我们所谓说的啊 那个视觉的原理 但是 我们用视觉的原理呢 比如说我们写个对 它用这个视觉原理啊 多数的字 它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但是核心的问题 还是重心的问题 还是重心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是根据我们 书写方便 书写自然的这种要求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法律的法 看有贴 自然的 那这个呢 抬高 你看 这朝上面来 这为何抬高呢 让横写低 你看 这一部分 它集中在这个横线部分 那么这朝上走 这又朝上翻 它就是一种书写的自然 流畅 是这个问题来决定的 比如说我们写个练习练 你看 这D抬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部分 对吧 它还是注意到重心问题 我不知道我所了解的东西 是不是正确的 但是我提出了一种思考 我相信大家呢 从中还是能够辨别出来一些答案的 好 谢谢大家